所以呢 虽然在人数比例上受害的男性 还是远远低于受害的女性 但其实在人数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少 而加害人也是一样 女性也是占了不少的人数 大家好 我是尘尘律师 最近呢 身边的朋友只要聊到有什么影集好看 应该这话题除了含具《泪之女王之外》 就是寻入宝贝了吧 说到这个寻入宝贝 哇 我真的要大力大大的推荐 这出戏呢 应该是我今年来看过最好看的影集 不论是在演员的演技 故事的整体架构 还有剧中要表达的观点 从每一个面向来看 这出戏都有非常完整又非常突出的表现 而且呢 戏里的故事就是 这出戏的男主角兼编剧本人 李查盖的Richard Gay 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甚至呢 在这出戏爆红之后 剧中的女主角这个原型人物啊 竟然还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哦 让整出戏的讨论程度再度掀起高峰 那应该已经有很多人知道 这出戏的故事就是在讲 一名在酒吧里面工作 同时斜杠单口喜剧的男主角唐妮呢 在偶然间给了女主角瑪莎一杯茶之后 从此以后就陷入了被女主角不断跟踪骚扰的噩梦之中 但如果你以为这出戏是在讲男主角如何透过司法程序 来制裁跟踪狂的故事的话 那你就错了哦 男主角唐妮因为他自己心里上面的一些关卡 反而对女主角的行为产生一种难以言喻 又令人难以理解的情绪 除了奇怪的共鸣之外 又带有一种看似排斥 实际上却深深依赖着对方的心理反应 这样看之下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又不自觉被这种奇怪的关系所吸引 想要再进一步探究这两个人背后的故事 所以呢表面上这是一出在讲述跟踪狂的影集哦 实际上却是在探讨人心理上面的缺陷 另外呢这出戏在情节上面一个很妙的地方 是常见的跟踪骚扰都是比较出现女性被男性跟踪的情况 但是呢这出戏却是反过来 那虽然这是因为根据男主角自己的情深经历所改变的关系 不过呢我们查了一些资料 发觉呢这样编排的背后其实是有相当的研究依据的 所以呢想要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内容 并且呢也想要让大家了解 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跟踪骚扰 并且呢想要寻求司法途径来协助的话 应该要怎么增加成功的几率哦 好那如果说你也对藉由实事认识法律有兴趣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或者是加入频道会员 一起吸收更多的法律功力哦 好为什么我刚刚说啊这出现男女主角在角色地位上的置换是有资料依据的呢 因为我们单从台湾的情况来看哦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资料会发现 跟踪骚扰防治法从前年的6月开始施行之后 一直到今年3月底 总共有4758名的女性被害 但同时也有597名男性被跟踪骚扰哦 而且在加害人的性别部分 男性虽然占了4494人 但同时女性的加害人也有高达620人 另外呢还有241人的性别不祥哦 那我想性别不祥的部分应该是指网路上的跟踪骚扰行为哦 因为没有办法分辨他们的性别所产生的影响哦 所以呢虽然在人数比例上受害的男性还是远远低于受害的女性 但其实哦在人数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少哦 而加害人也是一样 女性也是占了不少的人数 那这可能就是会颠覆很多人的想象啊 就像我常常说的哦 法律上的保护其实是不分性别的 跟踪骚扰防治法并不会只有保护女性哦 就像家庭暴力防治法一样 这部法律也不会只有保护女性而已 也会有女性的加害人或男性的受害人出现 但我们平常可能用讲的哦 很多人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啦 如果说像有巡路宝贝这样子的戏剧 把男主角遭到女性跟踪骚扰所感到的那种窒息感 那种不舒服的情境直接演出来哦 真的是比我们平常讲到烂 更能够带给观众冲击 所以呢在这部影片爆红之后 我们也在网络上开始看到 有男性呢开始讲述 他们遭到跟踪骚扰的相关经验 我想呢这就是戏剧带给人的力量啦 不过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啊 哎为什么一开始男主角 明明发觉女主角他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却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女主角机会 不采取反制的动作 那一直到剧情的后面 男主角的过往的经历被掀开来之后 观众才开始意识到另一层悲剧的故事 那这边呢为了说明上能够更完整啊 我们免不了是要爆雷哦 而且是要大大的爆雷啦 所以呢不想要被爆雷的人 请务必斟酌观看啦 原来男主角过去曾经为了一元新梦啊 遭到一名电视编剧的社局引诱 最后呢还惨遭下药性侵哦 从此以后男主角就开始陷入了 不断自我执意与自我厌恶之重 那一方面呢他意识到这样子的事情是错误的 他遭到了性暴力跟剥削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又逃避去正视这个问题哦 一再让自己回到遭受伤害的环境之中 于是呢当女主角玛莎出现的时候 他才会对玛莎产生异样的反应 沉溺于玛莎无条件的爱慕 两人呢又能同理他身处弱势的孤独 最终男主角的每一个反应 其实都是非常深刻的心理剖析 而且呢更颠覆了传统上 大众对于性暴力被害者的想象 许多人非常不能理解啊 为什么男主角对那一名编剧 不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 反而最后还又跑回去 跟那个人要一起共事呢 那我记得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也是非常不能理解哦 所以呢我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那其中呢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哦 是描述这样子的心理状态的哦 感觉上好像是可以解开我的一些疑惑 不过呢这边还是要声明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心理学上的专业 而且呢对于这篇文章的探讨领域 也没有那么的熟悉哦 所以呢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还是要再麻烦更专业 或者是更了解的人 再给予指证啦 好啦那文章呢 是刊登在明人堂哦 标题是写着 非异性恋者也可能会遭遇me too嘛 男同志性文化的脉络 与身体界限 那这篇文章的内文就讲到啊 很多的性侵害教育宣传 是以男加害女被害为主 很少看到关于女加害男被害 尤其呢男同志 这群人没有被框在这个概念里面 所以当他遇见了 就很难把自己置于性侵害的情境中 遇到不舒服的时候 甚至有些人会揶揄自己打了公关炮 发生被胁迫的新行为之后 有些人还真的会觉得 你是男生也 或是用嘲笑开玩笑的方式 去揶揄当事人 让当事人的这些经验更难谈 或者是认为 讲了之后也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LGBTQ社群如果要选择报案 第一个要面对的 就是身份上的出轨 那再来就是出轨之后 后续帮忙处理的人 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他们的状况 然后可以用比较真相的态度 去看待身为同志 还有身为男性的这个部分 虽然男主角到底算不算 传统定义下的男同志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篇文章也让人家意识到 除了女性之外 男性的性受害者 也会因为遭遇到 性别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困境 而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们以往很少谈论到的 虽然最后面男主角 又跑去跟那一名片去合作 我是觉得这其中搞不好 还有斯德哥魔症候群的因素在内 不过一样因为我不是专业 这个部分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不过呢 就有这样子的剧情 让人可以看到男性在这些议题上面 不一样的处境 我觉得这真的是这出戏 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 好那回到法律面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嘛 跟踪骚扰防治法已经开始实施了 那我之前也做过 接受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相关影片 所以呢当你觉得你遇到跟踪骚扰了 想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但是又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的时候 就可以去参考那部影片啦 不过呢有的人可能会质疑啊 这个被害人只要去跟警方报案 警方就会直接合发书面告诫吗 因为我们也看到在寻路宝贝里面也有演啊 这男主角去报案 那警方一开始也是觉得 即使男主角收到那么多封的电子邮件 但是还是没有到达跟踪骚扰的地步 甚至呢警方还认为是要到 必须有暴力暗示这样子的程度 才会真的构成哦 那我想这边可能是英国的法律 跟台湾的法律不同的地方哦 因为呢根据我们的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规定 要构成跟踪骚扰行为 其实并没有以一定要暴力行为为必要的要件哦 只要受害人是可以证明啊 对方是有出现法律上所规定的八种行为 包括监视观察 叮烧尾随 贬视其异 通讯骚扰 不当追求寄送物品 妨害名誉 还有冒用个资等 这八种行为哦 而且呢是反复持续性的实施这些行为 目的呢是跟性 或者是性别性取向有关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了哦 不过呢虽然看起来 我国的法律好像是比较宽松一点啊 但是呢这不代表啊 被害人只要嘴巴上用奖的警察 或者是司法机关 就会无条件的相信被害人的经历 所以呢被害人还是要尽量搜证 包括对方的目的哦 是要基于跟性的追求 或者是性别上的关系 而且呢还是要反复持续性的实施 这些行为哦等等 这些证据都要收集起来 那另外呢对方啊去跟踪骚扰被害人的家人朋友 也一样是会构成跟踪骚扰行为的哦 那这一点呢也跟巡路宝贝的剧情里面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哦 因为呢在剧情里面 马莎后来不是跑去骚扰男主角的父母吗 那原本呢男主角是以为啊 警察会直接用原案哦 他原本所报的那个案来办理 那没想到呢警察告知啊 这是另外一个案件哦 要他的父母另外提告 他们才会受理的哦 那在台湾的话是不会这么麻烦的哦 如果说加害人去骚扰被害人的亲朋好友哦 那会直接看成 这是他整体跟踪骚扰行为的一部分 会一起受理的 好啦那说到这边呢 最后还是要大力大大的推荐大家去看这出戏啦 尤其呢是这出戏的结局哦 更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啊 如果说呢这出戏的前六集 他的剧情会让我们反思 我们对于自我的定义 有多少是来自外界的烟光 有多少是来自于自我的了解 这个大灾问的话哦 那么这出戏的结局 则是会让我们更进一步思考 就算在真正了解自己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此抛开过往的那个 缺少灵魂的自我 打造一段新的人生 还是会依然沉溺于他人的眼光之中 无法自拔呢 这出戏的结局啊 显示了人类真正最脆弱的一面 我觉得非常的写实 也非常的残酷 但是呢也因为如此 才造就了这出戏的难能可贵 真的推荐给大家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影哲律师 YouTube频道 也追踪我来的 订阅影响到我脸书粉丝按赞 那请也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的来讲号咯 我是宁臣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